真诚的酿造是从插秧开始的 今天我们要耕种的是 长野县具有代表性的酿酒专用米 美山锦 每年真诚的员工都会来帮助老乡一起插秧 酿造日本清酒的原料是米 但是根据品种的不同 米也会有不同的特性 用的酿造米不同 制成的酒的口味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一个月后我们又来到兵库县加东市山国地区 今天我们要耕种的是 素有酿造米王者之称的山田井 这个地区栽培的山田井 对于全国的酒窖来说都是不可多得之物 今天真诚的员工总计十几人又赶来帮忙 信奉要想酿造出好酒 先要有高品质的酿造米的真诚 对米的产地和品种有严格的规定 为了确保米的供应和品质 一直以来真诚十分重视与米农的交流 在长野县的中部 坐落着以邹访湖为中心 周围被八月山 辽科高原 陆峰高原环绕的海拔八百米的高原盆地 邹访 这里就是真诚的故乡 在日本已故的小说家 开高建先生的随笔 冬季里的赏花 钓公鱼中有这样一节 在小旅馆无意中喝到的日本酒 是那样的令人回味 问过店老板才知道 酒名叫做真诚 回到东京以后 逢人便宣扬 周访有美酒 作为一对食物挑剔而闻名的作家 开高建先生 唯独对真诚的风味极力推崇 这里纯洁的空气和水 鼎烈的寒风 随时向人诉说 悠久历史的古迹和独特的民俗 还有充满探究心的邹访人 成就了真诚的口碑 由邹访大事的宝物 真诚之敬而得名的真诚 创业于1662年 是一家有350年历史的老字号 先开印有真诚字样的红色门帘 出现在眼前的是真诚的直属店铺 SERA真诚 沉稳大方的饰饮区 精雕细琢的酒气敏 百分之百无添加物的绿色食品 这里不仅仅是清酒的贩卖场 更是一个有清酒的和谐餐桌的方案提供者 9月中旬 安云野的田地里 美山锦的米碎已经越来越重 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美山锦 山田锦 这些优良的酿造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 与食用米相比 米粒要大许多 蛋白质和脂肪的成分要少许多 蛋白质和脂肪虽然吃起来口感很好 在酿造中却会产生杂味 可以看到 酿造米的中心部有带有小孔的淀粉质 心白 正是因为有心白 酒屈才能伸入米的中心 过了9月中旬 长野现产的美山锦 人心地米 还有稍晚些的冰库现产的山田锦 就会被源源不断地运进真诚酒窖 只过入确认过产地和品种的高品质酿造米 糙米 然后全部在真诚公司的精米部门内自家精米 这是真诚式的作风 精米的目的是为了去除糙米外表的蛋白质和脂肪 只留下纯净的淀粉质 这样一来 清酒的风味会变得更加洗练 用来表现精米程度的指标叫做精米度 这个状态下 这个状态下精米度为80% 真诚的平均精米度为60%左右 大银酿则为40%左右 要想达到这个程度 需要小心谨慎的作业50个小时 同时时刻注意不要使米粒裂开 不能因为高温而使米的品质烈化 同酿造米一样能够左右清酒品质的 还有水的特性 从真诚的井中打上来的水 是矿物质含量适中的软水 在环绕周坊盆地的群山中 有孕育美酒生命的丰富的水资源 真诚酒的酿造 从10月份开始 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 一共7个月 从12月份中旬 周坊开始进入最寒冷的冬季 这时正好是酿造高级酒的最好时期 洗去米粒表面附着的一层米糠 然后把米浸泡在水中 使米粒吸足水分 这个过程就叫做浸泡 浸泡的时间根据米的品种 精密度 用途和当日的气温 进行细微的调整 这是一项需要掐着苗表进行的作业 今天浸泡的是酿造大银酿用的山田井 精密度为40% 洗米的时间是两分钟 浸泡时间为7分50秒 一共是9分50秒 精米程度越高 米的吸水速度就越快 浸泡时间的哪怕一点点偏差 都会影响米的含水量 从而得不到理想的蒸米效果 早上7点半 把筋银酮浸泡含有适量水分的米 移入蒸米器中 再一场中 再一场大银酿用的 再一场增加 奖上4分50秒 才是3分5分 最高的奖式 向冰箱 就因为最高的增加 所以要均匀 鉴定的 绿造科学 学院 则需要在叫做藏的特制蒸锅中蒸一小时 普通酒的话 也要在传送带一样的蒸米机中蒸一小时 并且要时常调整蒸汽的温度和压力 米蒸好了 等蒸米冷却到试定的温度后 把米移到发酵室、九亩室、九屈窖中 为了造出理想的九屈 从而使发酵顺利进行 蒸米必须要达到外硬内软的效果 渡市每天都要亲自确认蒸米的状况 传送蒸米机上的米也冒着热气出来了 蒸米必须要达到外硬内软的温度和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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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为了更好地进行九屈窖的温度和厚度 在蒸米的上面撒上九屈菌 通过九屈菌的不断繁殖 从而制作九屈 九屈上附着大量九屈菌 产出糖化酵素 形象一点说 糖化酵素就是剪刀 这把剪刀把淀粉的分子剪断 分解成葡萄糖 然后叫做清酒酵母的微生物吃掉葡萄糖 产出酒精 这就是酿造日本清酒的大制过程 只要培植出好的酒屈 就成功了70% 酒屈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在蒸城 酒屈的培植都是手工操作 在蒸城酒窖冬季的每天早晨 都要蒸三吨米 其中的20%会被用来制造九屈 把室温的蒸米在叫做床的平台上铺开 蒸米的水分蒸发之后 撒上九屈菌的种子 九屈菌的种子很轻 稍微有风就会被吹跑 所以一定要极力控制动作的幅度 用布层层包好 保持高温高湿的状态 以促进九屈菌的繁殖 这就是需要两昼夜50个小时 酿酒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制驱的开始 撒肿之后已经过了五个小时 九屈菌繁殖产生的热量 使水分蒸发 米块变硬 所以要把米块揉开 使热量散发出来 我们在天中间的汽车上 也是有点空调节 在天中间的搬离 每天的搬离 在天中间的森子 排在天中间的厚市 在天中间的地方 我们在天中间的建议 第二天早上温度继续上升 现在把酒区一点一点地分装在叫做躯盖的小木箱中 把酒区分装在躯盖的过程就叫做成 躯盖又按照一定的间隔整齐摆放 盛之后六个小时酒区再次变热 为了使酒区的温度均一 要把躯盖上下左右交换位置 这个过程就叫做机梯 机梯过后三小时 再把酒区重新铺开 中心做出塌陷状以增加表面积 促进散热 晚上十点钟 根据温度升高的情况 再一次给酒区散热 用手指做出沟壑状的间隔 作为置区的最后一道工序 所以就叫做结束作业 但实际上在这之后 根据酒区的生成情况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色 香 味 还有手感 酿酒师们为了捕获酒区发出的信号 需要把五感都调动起来 过了第三天的中午 把制成了的酒区 从酒区窖中搬运出来 使酒区在自然条件下低温干燥 为了使酒区均停止繁殖 化出窝旋状以增加表面积 制成的米区中 酒区均深入到米粒的中心部 大量的糖化酵素被储藏起来 第二天 清酒的酿造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酿酒 也就是酒精发酵的主角 是叫做酵母的微生物 培植酵母的过程就叫做酒母制造 清酒酵母的体长一般在五到八微米之间 这种微生物能够把葡萄糖转化成酒精 但是 自然界中存在的酵母 并不一定都具有酿造优质清酒的能力 在开始固定使用 附着于酒酵中的酒酵酵母的明治时代以前 酒质总是不稳定 酿造失败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终于在明治时代末期 酿酒的原理被科学地阐明 用优质酵母酿酒的观念传播开来之后 日本清酒的品质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 在邹访教的一角埋藏着一块石碑 1946年 在全国清酒建品会上 真诚夺得第一名的大奖 也是这一年 酿造试验场的山田正一博士 在真诚的邹访教中发现了新品种的酵母 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协会七号的真诚教母 自发现半个世纪以来 已经被全国过半数的酒酵所采用 还是 trabalh住 另说 跟书后另一个药 由なく 含酱 抑制杂菌繁殖的乳酸 清酒酵母 然后再倒入蒸米 一小时后 糖化酵素充分溶解在了水中 为了使水与米更好地接触 这是要不断地往蒸米上浇水 清酒酵母把因糖化作用 而生成的葡萄糖作为能源 开始快速繁殖 为了培养出健康的清酒酵母 需要时刻注意卫生和温度管理 这样十四天后 酒母就制成了 制成了的酒母一毫升中 平均有两亿个酵母 蒸米 米蛆 酒母 酿酒的材料都准备齐了 终于可以开始酒精发酵了 在富士健的酒窖也开始了牢的发酵 把酒母移到更大一点的罐中 然后加入米蛆 蒸米和水 这就是牢 一次下的料太多会使酵母变弱 所以要分三次四天 慢慢地增加牢的量 这就是三段式酿造法 最后一次下料后 发酵罐里有2.5到3吨蒸米 和蒸米的1.3倍的水 从这时候开始 就进入了真正的酒精发酵阶段 普通酒大约需要24天左右 但是像大银酿这样的高级酒 则需要低温发酵30天 在牢的发酵过程中 最关键的就是温度管理 发酵温度过高 会使酒精的产生速度过快 很难造出风味优良的酒 这时候就需要用冷却水进行冷却 确保发酵温度被控制在6度到13度之间 酒精、味道和香气都恰到好处 低温长期发酵是酿造美酒的必备条件 度士一天要几次确认牢的味道 香气 还有泡沫的多少和形状 度士说 酿酒就像养育孩子一样 不投入感情是不可以的 老的酒精度数很快就达到了18度 接下来就是上槽压榨了 上槽是把没有溶解的米用布过滤掉的过程 把发酵罐中的牢导入压榨机中 慢慢地施加压力 不过度施加压力 是真诚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做法 闪耀着金色光辉的清酒开始低落 从洗米开始 经过了大约六周后 新酒终于诞生了 和末和末一大约六周上 大银酿酒的压榨用的是最传统的方法 把牢装入布袋中 然后一层一层地叠放在槽中 带口不封闭 只是折一下 却使牢不外流 这需要很熟练的技巧才能做到 最高级的大银酿酒用的是吊挂的方法 这是一项需要所有酿酒师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因为压榨过程中不施加任何外力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酒的香味 就这样 真诚酒窖的酿造工作 要持续到春暖花开的四月份 纳叙都市总是说 酿酒的过程要比大家所想象的科学的多 昔の人は勘でそれぞれの工程 ここはこういう作業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か お知られとか続けてきた作業って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れが今になっていろいろ科学的にね こういった意味があったんだとか それぞれの作業性の意味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のが分かってきたというか 科学的に証明されてきたというのが結構あるものですから そういった科学的データというのもあると 酒塾には必要なので そういったことを言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酿造完成之后 为了防止微生物和酵素使酒变质 要把酒加热到65度 这个过程叫做火入 加热过的清酒重新回到储藏罐中等待熟成 作为生酒販卖的酒 则不需要加热 压榨过滤之后 在3到4度的冷藏室中低温储藏 日本酒防止腐敗的方法 就是加热处理和低温储藏 絕对不会使用防腐剂之類的化学添加剂 我々の酒をお扱いいただいている流通の方々ですとか あるいはレストランの方々ですとか たまに蔵を見ていただくこともありますけども こんなに手をかけてたのと皆さんもやっぱりびっくりされます ワインにしてもそれからビール作りにしてもですね それぞれ複雑な工程があって難しいポイントがたくさんあって大変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日本酒は数あるお酒の中でもですね とりわけ製造工程が複雑だと思いますね これは我々のご先祖様がそれこそ2000年かけて ずっと改良に改良を重ねてきて今が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平行副発酵という独特な発酵のさせ方をしますので ものすごく複雑です 使う微生物の数も何種類もの微生物がこの酒造りに関わっています 基本的に我々の仕事というのは生き物を育てる仕事ですので やはりこれは手抜きはできませんし それから愛情をきちんと注いでやらないと生き物を育たないと いい酒もできないとそういう理屈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ご承知の通り長野県は水も素晴らしいし それから空気も澄んでいますし 我々の酒を作る冬の間の気温も低温できちんと安定してくれています こんなに酒造りに適した場所というのは 全国探してもそれほど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しかし自然環境が整ってさえいれば いい酒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と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なくて やっぱり人の力というのは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ね 真宗人肩着というのかあるいは 諏訪人気質というのか 非常に細かい点にまで気を配る 完全無欠主義といいますかそ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いる 去年よりもちょっとでもいいからいい酒を作りたいみたいな 甲状心も非常に強い そういう気質を持った人たちが 酒蔵の中で微生物と向き合ってですね 酒造りをやってくれている これがマスミの味の源泉になっているじゃないかなと そう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います 毎年7月份舉行的品酒会 発酵温度 酵母的選擇等各個方面 反省酿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来講 既是對上一年的反省会 也是對下一輪酿造的討論会 過了這一天 真宗酒教就真正開始了秋季酿造的準備工作 真宗始終把創造和諧的餐桌 作為自己的理念和使命 我們要釀造的是釀造者自己所喜歡的酒 能夠讓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放心飲用的酒 能夠很自信地向世界上所有喜愛清酒的人推薦的酒 為了釀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我們一直在努力 已經有350年歷史的真誠酒教 在執著的走訪人的共同努力下 我們有理由相信 真誠一定會創造出更輝煌的明天 未來而言 而言 空間的做起來